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凌文老师 欢迎收看凌薇说文解字 第15单元 今天要看的内容是第5个发明跟第6个发明 Clean Air No Hems 哇 这个看到这个发明觉得太有意思了 什么意思啊 他说洗头不用手哦 他说The 15-minute shampoo treatment Treatment不是背锅要治疗吗 这边当然就代表疗程嘛 就它整个洗头的过程 Begin when you lean your head back into the machine that looks like a sink or a saloon 他说你大概在那个美容院 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洗水槽的位置 你就把头仰 后仰躺下去 First it maps your scalp Scalp什么 头皮 他先那个把你整个头皮扫描一下 Add a string of warm water 那就开始噗噗噗噗噗噗很多的水柱 那风泡沫 泡泡 风这个字 像一般你们打开新的这个送来的东西 我没有缝这个字 缝就是泡泡 你们觉得念的时候很像泡泡的声音 缝 缝 好 那就开始喷出那个洗发精 From 82 Nazzo Nazzo就是那种喷口 Before 24-city-cone fingers 哇 小小的手指共同运作 Work up a leather 什么意思啊 就是 Leather不是皮革吗 它可能反正总就是很柔软的方法吧 在你的手头上 在你的什么舌头 在你头上开始洗 One conditioning mist 那有时候呢 给你那个钉 这个 这个conditioning什么意思啊 一般我们讲说先洗头用悬铺嘛 后来不是要做那个什么润丝是不是 好 Scalp massage 哇 同时还有头皮按摩 太舒服了 Low blow dry later 后来呢 再把你头吹干 这样子 You're done 你就搞定了 哇 太有意思了 哦 刚那个miss我刚没讲 miss这个字呢 我在我的facebook上有做说明 miss是云雾的意思 哦 没这个字呢 我们看看有另外一个字吧 fork 哇 我也没有收进来 对不起 这个miss的mist啊 他们说云雾四国 m指的是Mexico 我还最近放在我的那个城 不是在那个叫的匹克邦 是不是 我才刚成立我的部落格呢 欢迎大家来看 就0位et后面就是部落 就他的匹克邦的那个正常的一般部落格的网址 i指的是什么 印尼是不是印度尼西亚 那s是我们极度不想承认的叫South Korea 可怕 等一下猫咪跑到我这个录影的位置来 我要把它停把它拿开来 t是什么呢 好像是turkey 土耳其 哇 反正总之没台湾就对了 好 我们再往下面文章看 traffic jam 这就是更有趣的文章了 我要伸出脚 把我们家猫咪挡住 把他一直想要造反 想要上来 所以我现在录音的姿势很难看 不过还好你看看 看不到 交通堵塞 conform out of the simple things 就从小东西就可以产生交通堵塞了 对不对 它说one driver gets too close to another and has to brake 一个司机 他靠近另外一辆车 那比喻刹车 so does the driver behind 后面的驾驶跟着刹车 so does the driver behind him 后面的驾驶再刹车 pretty soon the first driver has sent a stop and go shock shock是冲起的意思 代表说第一个驾驶 就发出一个停停走走 停停走走 wave down the highway 整个高速公路就塞起来了 one driving simulator study simulator 模拟这个字倒是蛮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我的上面的单字 整理 simulate 你看模拟名词叫simulation 所以他们有个什么飞行模拟器 我们就把它叫做fly simulator 它有一个驾驶的模拟器就发现到 nearly have to tie one vehicle post pass another 一个车辆呢 通过另外一个 the lead vehicle had a fast every speed 带头的那辆车总是平均速度比较快 那当然因为前面没有车嘛 all this lead to highway turbulence tubulence这个字很有趣哦 就是飞机最讨厌碰到一个东西 知道什么吗 乱流 tubulence 气体的乱流 代表说整个就大塞车塞起来了 它后面有解释什么叫highway turbulence 就大大开始乱啦 which is why many traffic modelers see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什么叫adaptive 代表有适应性的 cruise 代表定速的 control 控制 它简成ACC which automatically maintains a set distance behind the car 它就在自动在车子后面维持一个固定的距离 and the vehicle in front of it 都在保持它前面的一个固定距离 sorry 我把我的脚拿回来 因为我们家猫咪一直想要跳到旁边 它要踩到一个按键 我就等于重录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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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I'm going to let her do that 好 我们家的母猫 as the key to congestion relief 什么意思啊 这个汽车未来都会装ACC 就代表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我们现在汽车有ABS 防锁死刹车系统 对不对 safety那个安全气囊 safety airbag 好 所以关键对于交通阻塞 让你终于能够放松了呢 交通阻塞 我们看一下 congestion塞满了 这没什么问题啊 啊 relief 总之呢 就能够对抗塞车的好方法 什么意思啊 simulator have found that if 20% of vehicle on the highway would keep with advanced ACC 加20%哦 就代表两成的车辆配备 这个监禁的ACC设备 safety gems could be avoided simply through harmonizing 什么意思啊 定速 harmonize是和谐 代表全部共同同速 smoothing driver reaction 然后把驾驶的反应呢 都能同步化 流畅化 one study show even a highway that is running a peak capacity 这个peak是尖峰时期 capacity代表当时的承载量容量 代表说如果就在一个高速公路呢 大赛遇到尖峰流量的时候 only 4.5% of the surface area occupied 然后你只要占据到它4.5%的表面空间 嗯 这什么意思啊 哦 他说你只要 我想大概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在高速公路路面上 只要4.5%尖峰时刻就可能大塞车了 所以他说more sophisticated adaptic cruise control system could presumably fit more cars on the road 他说有这样的系统 你可以装更多的车 但还不会保持塞车 懂了吗 哇 不过他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也没办法讲 清楚不要讲 我们只能够猜测吧 不过未来几年后会实现 倒是蛮好的事情 好 那下面网页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不过 还有很多系列东西我没有讲 因为他在他第三项 第五项发明下面 还有一些一个图 还有很多详细的说明 好 那目前我的联盟老师 还在告诉大家消息 我的认捐计划 目前已经达到一万两千块钱 到明年五月 实际上今年的四月 是我自己负担的 所以我希望到明年五月为止 那就变成说 明年从六月份开 才会新的乐捐计划 应该从四五月就开始了吧 对不对 因为交给那个工程团队 那他跟我都没什么认识 我是网路上找到他们的 好 不管怎么讲 林伯老师希望给各位同学 透过说文解字YouTube影片 看到都及时的 很多网路上的一些生活资讯 对我们现在 跟未来生活有什么改变 这是我们西州资讯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管多少的怪人 去拍多少奇怪的照片呢 好 我们网路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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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